高鐵南港站今天正式通車 那麼南港站也變成南下的首發站 高鐵南港站終於通車了 鐵道迷搶搭首班車還自製海報 有沒有特地搶票 算是之前有搶搭 再開始換這種有紀念上 高鐵班次大改點 第一班車時間提早到6點15分 南港到高雄直搭車約105分鐘 每週班次增加到292班 多了南港站的選擇 也可以避開台北車站人幾人 很近 這比台北車站近很多 然後南港附近的社區 就直接到南港搭車這樣 可能以後到台北以後 就可能自由坐會比較少吧 就怕假日巔峰時間 搭車人潮多 台北站自由坐更難搶 恐怕得多花一站票價35塊錢 到南港站搭車了 南港桃園來回 高鐵南港站有三個月台 空間更寬敞 也因為台北站不再是首發站 停靠時間縮短到3分鐘 不過剛啟用的南港站 也被民眾發現 竟然沒有加裝月台門 高鐵很快 所以如果沒有注意的話很危險 對 所以我們比較好 它當初的設計 不是為我們台灣高鐵設計的 所以比較狹窄一點 那麼顧慮到安全起見 所以我們把月台門給裝起來 這邊的月台也比較寬敞 所以這個問題比較不一樣 對民眾疑慮 高鐵強調會再評估 不過南港車站結合高鐵台鐵捷運 三鐵共購 在通車後翻轉旅客乘車模式 也成為北部的旅客轉成新據點 記者謝耀珍 李文科SN區小組 台北報導 對民眾疑慮 特定人送重設計前 請稍微唱和記者 書類和記者 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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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